大家好,官复博物馆是马卫都先生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斯利博物馆,请关注我们的头条号,我们不定期为粉丝赠送官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,京都军案,法老的五行不缺金,上埃及的戴城卢克索,古属迪比斯,位于尼罗河东岸,与他隔阂相望的尼罗河西岸有一座著名的金字塔状的射角山,伊尔克恩,射角山的山谷里埋葬着古埃及新王国时期,第十八到二十王朝大约公元前1550年, 至公元前1069年的许多法老和贵族,至今已发现亡灵六十四座,从卢克索望向尼罗河西岸的射角山,从帝王谷望向射角山,每一座被发现的亡灵,都获得了一个编号,在帝王谷的六十四座亡灵中,最著名的一座就是帝王谷六十二号,KV六二,那里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少年天子图坦卡蒙,丘天使们,约公元前1332年到公元前1323年在位的亡灵, 墓中发现的隋藏品如今被称为图坦卡蒙的宝藏,是埃及开罗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埃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念照,这件最著名古埃及文物,由重达10公斤的18到23K黄金,至乘坐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, 约公元前1323年现藏于埃及开罗国家博物馆,法老图坦卡蒙的宝宝图案主题包括,展示圣甲虫,上下埃及王之名,生命之福, 和鲁兹之眼以及莲花和纸缩考边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,约公元前1323年现藏于埃及开罗国家博物馆帝王古62号的发现者是英国埃及学家霍华德卡特·哈瓦德卡特,1874到1939年, 作为一位19世纪的七零后,发现图坦卡蒙王林的时候,卡特已经是笨母的人了,他从16岁开始前往埃及投身考古,直到48岁才算完成了这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, 他曾发誓要在帝王谷,挖出一座新的亡灵,1914年,卡特的赞助人卡纳峰伯爵,奥德卡·麦文,1866到1923年获得了帝王谷探挖克许证,可就在卡特马上要投入挖掘之时,一战爆发了,直到1917年底,卡特才得以正式开始勘探,卡特和他的埃及苦力们在兽脚山山谷里面掘地三尺,一挖就是五年,发掘中的埃及苦力哈利波盾社出自哈利波盾图坦卡蒙, 亡灵摄影机时,第一卷1922年11月,在卡特弃而不舍地对帝王谷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搜寻拍挖之后,终于发现了一座新的亡灵,卡特蹲跪者打开图坦卡蒙的棺果,1922年11月27日哈利波盾社,卡特心理图坦卡蒙的金冠哈利波盾社,令卡特没有想到的是, 这座亡灵只经历了一次盗墓,而且盗墓者只拿走了一部分便于携带的珠宝,而大部分的绥葬品都还在墓档中保留着,图坦卡蒙的木乃一真身及其光果,几乎原封不动地展现在卡特和世人面前,法老图坦卡蒙的棺材,封印哈利波盾拍摄,图坦卡蒙木被发现时的内部景象,哈利波盾,拍摄出自哈利波盾图坦卡蒙,亡灵摄影机时, 第二卷,图坦卡蒙木被发现时的内部景象,哈利波盾,拍摄出自哈利波盾图坦卡蒙,亡灵摄影机时,第二卷从卡特发掘时留下的摄影机时中,我们可以看到,法老图坦卡蒙的木是相当凌乱,所有绥葬品几乎是在很短时间内被随意堆放在一起的,而这并非全是盗墓者所为,在图坦卡蒙下葬3200多年之后,其灵木重建天日之时,人们才发现,这位曾经的少年法老不仅早要, 而且当年竟然被如此草草厚葬,那么这又是为何呢?这和我们前文所说的那位在被法老赐予荣耀黄金之后,却谋反错位的大臣又有何干系呢?请进下文,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半身塑像古埃及第十八王朝,约公元前1323年,现藏于埃及开罗国家博物馆,我们每天发表历史艺术文物相关文章,吉马未都录制的视频,同时发送馆藏品照片,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,请转发到朋友圈, 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吧,谢谢你